選前警方大掃黑 臺中市太平分局破壞了新興網路維視幫派組織 那麼集團成立大約是一年多時間 祖先會利用臉書或是賴群組來召集人馬暴力討債 這回警方是繽紛十二路拂曉出擊 拘提了二十人鬥案 其中三十歲的無姓祖先 他還是置評對象 警方是一大清早前往嫌犯住家來逮人 當時他睡眼輕鬆 來不及反抗就遭到逮捕 警察 置評對象暴力討債集團 三十歲無姓祖先一開門 立刻被警方控制 怎麼也沒想到警方會上門抓人 警方從公翻車上收出鋁棒 還收出一把空氣槍 選前掃黑 臺中太平分局拂曉初級 兵分十二路 連同祖先共帶回二十人調查 起貨兩把空氣槍 四支手機 還有球棒等證物 要求通話多次被取消後 傳語音訊息要對方自己出來 這個討債集團專門幫人處理債務 不管金額多寡 從中獲取報酬牟利 每次討債都有主嫌 透過臉書或是LINE等通訊軟體號召 找人到場駐鎮 再依表現發錢 警方接獲情資跟兼半年 選前見十七成熟 一網打進二十名團伙 徵訊後依恐嚇組織犯罪等罪嫌 依送台中遞檢偵辦 記者胡杰倫 許家詩台中報導 記者胡杰倫